每到辣八节 佛光会都会熬煮辣八粥 分送给当地的各个机关送暖 而今年的国际佛光会 中华总会与台北道场 为辛苦奔波的警察 送上一碗热腾腾的辣八粥 要感谢他们在疫情期间的辛苦 大火滚着各种养生食材 飘散 震震香味 每到农历12月初八 俗称辣八节这天 佛光山都会煮辣八粥 分送给大家 而今年国际佛光会 中华总会北市北都岛区 与台北道场吸收主舟 为警政单位送暖 震震州除了温饱以外 最重要它的意涵代表平安 警察是维护治安跟交通 平安对我们来讲 就是最重要的事 所以能够说在寒冬的季节 有提供给我们同仁 来引用震震州 除了带给我们同仁 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精神的粮食 象征平安的辣八粥 为疫情期间工作量大增的远警们 纵上一份温暖 感谢警察为台湾的治安 辛苦奔波 而警政署副署长也相当感谢 佛光会的爱心 警力有限 民力无穷 那警察这个维护治安 这个坚守岗位是我们的天子 但是有这么多热心的团体 和这个各界对我们的支持 是我们最大的力量 那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提供这个辣八粥给我们同仁 来这个一方带来平安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我们增加执法的能量 警民相互扶持为社会带来更多善的力量 这一次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北市北都岛区 除了分送辣八粥之外 也赠送新云大师新年莫保和书籍 希望让辛苦执勤的警察 在冷冷的寒冬当中获得更多暖心的力量 人间卫视陈明廷 邱祁恩 台北采访报道